一岁女孩离奇怀孕 腹中胎儿四肢健全 就在医生进行手术时 刚在女孩腹部划了个口子 胎儿竟然自己蹦了出来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视频中的女孩名叫小孟茹 家住河南省洛河市的一个小村庄 年仅一岁半的她经常哭得撕心裂肺 无论父母怎么抱怎么哄 都无法阻止孩子的哭声 不但父母急得团团转 就连街坊邻居都心疼得抹眼泪 因为小孟茹嚎淘大哭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她有一个很年龄不符的大肚子 和瘦弱的身材比起来 这个肚子格外显眼 甚至占据了小孟茹一半的体重 由于肚子实在太大 导致小孟茹无法正常走路 稍有不慎就会跌倒 肚子一旦着地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可怜的小女孩挺着这么大的肚子 难以想象该有多么的煎熬 小孟茹的父母说 孩子几个月前还很正常 可不知什么原因 肚子突然开始大了起来 父母本以为孩子吃多了 导致腹中积食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几个月之后 小孟茹的肚子就像皮球一样 一天比一天大 看上去随时都有可能撑破 而且随着肚子的变大 小孟茹的饮食也出现了问题 还经常恶心呕吐 和大人怀孕时的情况一模一样 村民们见状开始议论纷纷 有人说小孟茹怀孕了 但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可能怀孕呢 可如果不是怀孕的话 她的大肚子和孕吐症状 又该如何解释呢 看到这里 您可能会说 小孟茹的父母简直太不称职了 孩子都变成这样了 他们为什么没有去看医生呢 如果这样想 那您可就错怪他们了 虽然小孟茹家庭条件并不富裕 但父母对女儿非常的好 自从孩子出现了异常之后 他们带着小孟茹 跑遍了镇子里的医院和诊所 可得到的答案 不是基石 就是长气 甚至有医生认为 孩子这是吃多了 长胖了 让父母不要担心 可眼下 小孟茹的肚子大得吓人 村民甚至都不敢让自家孩子和他玩耍 生怕一个不小心惹上什么麻烦 小孟茹从原本活泼开朗的性格 逐渐变得敏感 孤僻 再这么下去 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父母意识到 不能再这么耽搁下去了 于是东拼西凑 借了六千块钱 带着孩子 来到了洛河市 准备在大医院里 好好的检查一下 医生见到小孟茹之后 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他从医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为了查看小孟茹的肚子里 究竟隐藏了哪些秘密 医生给他进行了臂巢检查 结果 却把众人吓了一跳 因为小孟茹真的像村民说的那样 怀上了身孕 一岁女孩离奇怀孕 腹中胎儿四肢健全 就在医生进行手术时 刚在女孩腹部划了个口子 胎儿竟然自己蹦了出来 这一切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上节我们说到 医生给小孟茹拍摄了臂巢 结果被眼前的一幕吓得愣在了原地 因为屏幕上显示 小孟茹的肚子里确实有一个胎儿 四肢毛发和牙齿清晰可见 难道小孟茹真的怀孕了吗 可她只有一岁半 这怎么可能呢 医生经过仔细观察后得出了结论 认为这是一个死胎 也被称为鸡胎瘤 简单理解就是 小孟茹还未出生的时候 另外一个胚胎进入了她的体内 结果阴差阳错在里面扎了根 导致小孟茹的肚子越来越大 既然查明了病因 那么接下来就该给孩子进行手术了 可医生的一番话 却让一家人陷入了绝望 因为孩子实在太小了 而这个胎胎瘤发育的非常大 一旦进行手术的话 用九死一生来形容都不为过 面对如此巨大的风险 医院最终拒绝手术 父母健壮只好换了几家医院 得到的答案却是相同的 看着女儿备受折磨 父母只能偷偷地抹眼泪 他们只希望医院里的专家能帮忙救救孩子 不论结局如何 他们都不会有任何的抱怨 可现在却没有一家医院 敢给孩子治病 难不成要让小孟茹绝望等死吗 父母带着最后一丝的希望来到了郑州 河南省人民医院的专家 得知小孟茹的情况后 也被吓得倒吸一口冷气 根据测量得知 小孟茹的体重为20斤 虽然达到了正常标准 但她的身体发育其实非常差 因为身体里的营养 几乎都被鸡胎瘤给吸收了 鸡胎瘤的重量 足足有9斤 如果把肿瘤切除的话 那么小孟茹的体重 就会瞬间跌落一半 充气量 这比刚出生的婴儿重一点 可就算如此 为了拯救这个可怜的孩子 医院决定想尽一切办法 动用最好的医疗设备和最好的医学专家 制定了好几套详细的手术方案 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小孟茹的母亲王桂花 竟然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 然后哭着跑了出去 这番操作 属实让人看不懂 王桂花和丈夫砸锅卖铁 好不容易来到了大医院 眼看孩子就要有一线生机了 可她为什么拒绝签字呢 在医生的不断追问下 王桂花这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小孟茹有一个离奇的绅士 一岁女孩离奇怀孕 腹中胎儿四肢健全 就在医生进行手术时 刚在女孩腹部划了个口子 胎儿竟然自己蹦了出来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上一节我们说到 小孟茹的父母为了治好女儿的病 来到了河南省人民医院 经过专家的认真讨论 决定排除万难拯救小孟茹 可就在数前签字的时候 王桂花却哭着跑了出去 她说自己并不是小孟茹的亲生母亲 孩子其实是在她一年半前 路过菜地的时候捡来的 当时天气非常寒冷 孩子身上缠着旗带 外面只裹了一层薄棉被 已经被冻得浑身发自奄奄一息了 王桂花立刻解开了衣服 把孩子抱在怀里取暖 回家之后又暖了一下午 这才把小家伙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接下来的几天 王桂花四处寻找孩子的父母 却始终没有任何线索 于是就萌发了收养孩子的想法 因为夫妻两人结婚多年 却始终怀不上孩子 所以在王桂花看来 这个女婴就是上天赐给她的宝贝 夫妻俩给女婴起名叫做孟茹 然后过了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虽然并不富裕 但小孟茹从没受过一丁点苦 王桂花夫妇把她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随着孩子越长越大 一家人总算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可厄运却也在此刻悄然降临了 可怜的小孟茹竟然换上了鸡胎流 由于夫妻俩没有办理领养证明 所以他们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没有资格在手术单上签字 眼下只有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 才能给小孟茹一线生机 可是人海茫茫 对方只要不想出现 就算绝地三尺也没用 王桂花夫妻俩只有小学文凭 对办理领养手续一窍不通 等真到手续办好 估计得后年马月了 现在情况紧急 孩子根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而且随着肚子越来越大 可怜的小孟茹几乎快吃不下饭了 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虚弱 就在两人陷入绝望的时候 小孟茹的事情 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 考虑到办理领养手续 需要经过十几项的审批 正常下来最少也要三十天 所以政府决定特事特办 给小孟茹开通绿色生命通道 三天之后 夫妻俩终于成了小孟茹的合法监护人 可眼下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两人根本凑不够手术费 几个月前借来的六千元 早就因为各项检查花得差不多了 此时善良的人们站了出来 村民们挨家挨户进行捐款 各界人士得知此事后 也纷纷伸出援手 在大家的帮助下 终于凑够了手术费 小孟茹躺在手术台上 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 父母守在外面提心吊胆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默默祈祷 就在医生小心翼翼地 划开小孟茹的肚子时 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肚子里的肌胎瘤竟然自己蹦了出来 仿佛憋了很久 终于得到释放一样 虽然肿瘤出来了 但血管和神经还连在小孟茹的身体里 经过医生的不懈努力 手术终于取得圆满成功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小孟茹术后恢复得非常好 她终于能够重新绽放笑容了 那么大家对于此事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